抽中五号的五党籍基隆市长候选人黄熙贤一路走来没有政党奥远 凭着身为基隆人希望把家乡基隆建设更好的理念 用心听取基层各界声音 除了友好理念相近的民众党以及五党籍基隆市议员候选人 互相拉抬基隆市长以及基隆市议员的选情 希望可以创下最好的成绩之外 同时也提出可以落实市政建设的政策白皮书 不说空话也不开空投支票 争取选民支持 高兴跟市民朋友告诉我的用心 我们写了一本政策白皮书 这里面其实是非常相当的白话 每个项目几乎是在我各区各里里面跑出来所观察到的项目 也就是说对于基隆未来我们怎么样去做 那有些篇幅都篇章都已经在这个新闻稿 或是以新闻方式发出去了 所以一直还在累计 一直还在累计 就是说可以从这里面去看出我们的基隆市的用心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去推出这个所谓的政策白皮书 就是把我们之前所积累下来的所有对于建设方面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以后还有进步空间的方面我们来做 那最主要是它是根据英国经济学人 对于全世界最佳移居城市 所定义出来的七项面向 那这七个面向就是基础的建设 经济的发展 人文文化 教育 交通 治安 医疗保健 这七个项目呢 里面我们在看到 如果在这七个项目的架构下 一个城市要发展 那怎么样发展 那对于我们基隆来讲 我们就有提出了 在产业方面 观光方面 还有这个创生方面 就所谓我们的基隆333 这个主架构 另外一个架构呢 就是说三心二意 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 能够安心就业 安心成家 安心养老 然后并兼顾到两个正义 一个就是区域发展的争议 一个就是世代发展的争议 我们对这个年轻人也好 对于未来老年人各方面的这个世代 我们怎么样照顾到他们 这是一个世代争议的要求 那么区域发展的项目呢 分为两个 一个就是说 在基隆市里面 我们希望七个区啊 七个行政区的各里的发展 能够均衡 资源能够共享 黄熙贤也接受 五党级基隆市议员 王兴之和基隆市野鸟学会 理事长政委拜访 针对台电要在外木山 新建天然气接收站议题 签下承诺书 表态和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 站在同一阵线 支持保护外木山自然海洋生态 而白手起家在企业航运界打拼 小有成就的黄熙贤 也跨县市到桃园和五党级桃园市长候选人 承认台延董事长的郑宝钦 来场桃园空港和基隆海港的企业 CEO对谈 希望用成功的企业经验 破坏市政建设发展 带领基隆进步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